好接着我们要来做底下我们常常会比较会用到的 第一个是建立我的专属的密码产生器 那这个密码产生器呢 我们来看一下开启这个NIPES 好那它是在工具的产生密码 这边工具产生密码 那这边的话通常我会自己 它预设会有一些东西 预设会有一些东西 那我通常会建立一个自己的 建立自己的 所以呢 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个档案 然后去做一些设定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点这个旁边这个图示了 那我会设定一个东西给它 那待会我们做完之后储存之后 这边就会有一个设定档叫做Mark的专属密码 那等我下次要产生密码之后就可以选择这个我自己的专属密码 那这边的话产生的密码长度 就要看你通常想要给它多少 那通常的话有时候我们不会给它太长了 所以我们可以先设为16号了 那我这边是先随便设 那一般会有大写的字母跟小写 那配合数字 那特殊符号的话看你要不要 因为有的网站还是没有支援特殊符号了 所以 但是有这个社会比较安全 但是有的占不支援 但是我们还是先把它打勾 因为如果说万一那个网站不支援特殊符号的时候 我们产生的时候可以把它删掉 好 那这边也包含的资源就看你要不要丢了 那通常我就是不丢了 就是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通常建好之后收集一下额外的乱数 好 确定 一样收集乱数的方法 跟我们一开始做的一样 那我们随便先扣一点东西给它 那就可以开始收集这个乱数 好 那确定 这样做完之后它预设会帮我们建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会有大小写的英文字母 然后会有特殊符号 然后会有数字等等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看你这个产生密码这边 那这个Mark的专属密码 看你是要怎么去做设定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Mark的专属密码 那进阶这边的时候会有一些设定 比如说每个资源最多出现一次有的没的这个我们是没有做设定的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先把它做好 好那待会我们会再进行我们最常做的建立账号和密码 好那我们先这样 好那我们先这样子